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作者是宋宏斌 他写了很多部《货币战争》 今天周老师给大家主要推荐第一本 那么当周老师给你推荐这个系列书籍的时候呢 其实不是想让你看这一本 是想让你把整个系列全部看完 就像周老师给大家推荐张德芬老师的《预见未知的自己》 你可以把他全套的书籍买回家看 从预见未知的自己 到预见心想事成的自己 到活出全新的自己 周老师推荐清几间生的《穷爸富爸爸》 你就要把全套书籍买回家看 包括周老师推荐马云的自传 和李嘉诚的自传 其实是想让你推荐更多的自传 让你马回家看 那《货币战争》这本书呢 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 应该是在十七八岁吧 那个时候我已经学了财商 但是那个时候还在创业 那个时候我在农民房里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在农民房里创业 我创立我当中低价公司 叫创业家园 在这个非常艰苦的环境下 然后呢偶尔之间 这个买了一本书叫《货币战争》 就是你们无法想象 在深圳一个潮湿的农民房里 当周老师捧完这本书 在看的时候 仿佛整个世界在我脚下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有了世界观 我们经常讲毁三观 何为三观 价值观 人生观和世界观 我们今天的中国人 没有了世界观 也没有了人生观 只有价值观 我们的价值观就是唯利是图 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 我们可以做三聚清安 来害我们的婴儿 我们可以做地沟游 来害我们的同胞 我们今天可以做 这个长生疫苗 来去毒害假疫苗 来去毒害我们中国的这些同胞 就是因为价值观的缺失 所以我觉得 每一个中国人 每一个想拥有正确金钱观的中国人 都要看这个《货币战争》这本书 因为它会让你有一个世界观 当你有了一个世界观以后 才会有人生观 然后才会有价值观 最后才会形成一个金钱观 特别是 我觉得这本书 是把一个人的金钱观 给你彻底的击碎 让你知道到底什么是钱 当周老师 跟清清先生学财商的时候 我对钱的概念 还是没有解脱 还是活在钱里 但是当我看完这本书以后 我真的彻底的颠覆了 我彻底颠覆了我对钱的认知 其实钱就是个货币符号 它只是一张纸 如果它的发行方没有了 它就是一张废纸 所以当你把钱当钱的时候 你就沦落成了工具的工具 我们为什么会做出钱 钱就是货币 是为了让我们人更加便利 但是我们今天做出这个工具 是为了让我们更加便利 但是我们今天人类 沦落成了货币的货币 沦落成了工具的工具 而这本书里面 它才讲到了货币到底是什么 金钱到底是什么 那破解世间财富密码 揭露国际金融骗局 不为人质的历史真相 网络超百万人气点击 谁才是真正的世界首富 谁拥有美联储 谁在妖魔化黄金 然后呢 星斗棋盘 波云诡异的政治风暴 与经济危机当中 谁在翻云覆语 以始为戒 逐步与国际接轨的 中国金融市场 应该如何应敌 这里面有几句台词 非常好 只要我能控制 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 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美也罗斯柴尔德 我坚信银行机构 对我们的自由的威胁 比敌人的军队更严重 托马斯 劫飞训 金钱没有祖国 金融家不知道 何谓爱国和高尚 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利 拿破仑 在没有金本文的情况下 将没有任何办法 来保护人民的储蓄 不被通货膨胀所吞噬 将没有安全的财富 牺牲之地 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 政府可以秘密的 不为人知的 剥夺人的财富 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当中 却使少数人报复 他讲到了金钱的运营规律 这本书呢 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 你为什么不知道 美联储是私有的中央银行 为什么华尔街风险资本会选中 希特勒作为投资的对象 为什么美国总统的资 遇刺率的比例高于美军 诺曼底登陆一战部队的伤亡率 自1694年 英格兰银行成立以来的300年间 几乎每一场世界重大的变故背后 都能看到国际金融资本势力的身影 他们通过左右一国的经济命脉 掌控国家的政治命运 通过煽动政治事件 诱发金融危机 控制着世界的财富流向与分配 通过描述国际金融机构及代理人 在世界金融史上翻译覆语的过程 本书揭露了对金钱的角逐 如何主导西方历史发展 与国家财富的分配 通过在线统治世界金融俱乐部 在政治和经济领域 不断掀起金融战役的手段与结果 本书旨在告诫人们警惕潜在的金融打击 为迎接一场不留学的战争做好准备 随着中国金融的全面开放 国际银行家将大举的 深入中国的金融腹地 明天 昨天发生在西方的故事 今天会在中国上演吗 这本书呢 可以这样讲 极具争议 在国际上很多学者在抨击这本书 他们怀疑这本书是假的 这本书里面讲的所有的故事都是虚构 当然了 也有很多很多的经济学家 非常推崇这本书 因为他真的在我们没有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底金钱是怎么回事 整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 美国的金融立法到底又是怎么回事 包括从一战到二战 整个世界战争是怎么回事 这本书全给你讲完了 那为什么这本书极具争议 周老师要给你推荐这本书呢 因为其实周老师给你们推荐的每一本书都极具争议 穷爸爸富爸爸也好 谁知道答案也好 零极限也好 我给你们推荐的每一本书在社会上都极具争议 都是有很多人在攻击 但是为什么周老师选择相信呢 因为我告诉我自己 相信他我又没损失 万一成功了呢 今天我通过这本书认识了一个宏伟的世界 我认识了金融 我懂得了什么是金融 我更懂得了世界是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这本书你一定要败读 真的一定要败读 那我们就来进入这本货币战争 这本书呢讲了几个核心 第一章揭秘了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首富 不是比尔盖茨 不是华伦巴菲特 这些隐形首富叫做罗斯柴尔德家族 他们才是大到无形的世界首富 罗斯柴尔德家族以犹太为代表 他们是国际的金融家 美联储也就是美国的银行 美国的中央银行 美国的美金的发币行 美联储他们家开的 英国的英格兰银行 乃至整个欧洲的所有金融 全部扫握在他们手上 换句话讲 他们在发行着货币 很多人说了 老师我是中国人啊 他们发行货币跟美国人有关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们知道吗 我们中国是美元最大的债权国 你们知道吗 美金的波动将会拨得到我们人民币 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关系的 我们详细到来 慢慢来 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怎么样崛起的 这书中详细的揭秘这个家族的崛起 这个家族的兴盛 整个全国城 真的像一个美国大条一样 从拿破仑的滑铁卢 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 罗斯柴尔德起家的时代背景 和老罗斯柴尔德的第一桶金 内身主宰的伦敦金融城 和詹姆斯征服的法兰西 所罗门如何问鼎奥地利 这个罗斯柴尔德麾下的德国和意大利 罗斯柴尔德的金融帝国是怎么建立的 这是第一章的内容 第二章 国际银行家和美国总统的百年战争 刺杀林肯总统 货币发行权与美国的独立战争 国际金融家的第一次战役 美国的第一家银行 国际金融家卷土重来 美国的第二家银行 银行想要杀死我 但是我将杀死银行 新的战役 独立的财政系统 银行家再度出手 1857年的恐慌 美国内战的起因 欧洲的国际金融势力 林肯的货币新政 林肯的俄国同盟者 谁才是刺杀林肯的真凶 致命的妥协 1863年的国家银行法 第三章 美联储是私有的中央银行 神秘的折击而导 美联储的策划地 华尔街七巨头 美联储幕后的推动者 撤立美联储的前哨战 1907年的银行危机 从金本位到法定货币 银行家世界观的大转变 1917年的大选封烟B计划 美联储反而过关 银行家的美梦成真 谁拥有美联储 美联储的第一届董事会 不畏人知的联邦咨询委员会 真相何在 第四章 一战与大衰败 国际银行家的丰收时捷 第五章 廉价的货币新政 第六章 统治世界的精英俱乐部 第七章 诚实货币的最后抵抗 第八章 不义而战的货币战争 第九章 美元的死穴和黄金一阳纸 第十章 谋万事者 其实这本书呢 真的没有办法解读 因为这本书 讲的这个所有的故事 真的就像一个美国大片一样 就像一个电影一样 如果我跟你解读完了 你再看就没有感觉了 你真的要捧起这本书 好好看一看 其实 它讲了整个全世界 整个全世界的首富 就是掌握在犹太人手上 为什么希特勒 一定要灭了犹太人 就是因为希特勒知道 只要有犹太人 我们全世界劳动人民 都在为他们打工 罗斯柴尔德家族 是一个犹太家族 他们通过金融 掌控了整个欧洲的 货币发行权 所以 不管是今天的英国 还是今天的德国 法国 他们都在 为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打工 当他们胜利了以后 又去到了美国 他们去到美国以后 也想建立属于 他们自己的中央银行 但是 美国总统 一而再 再而三的 看到了这些金融家的 狼子野心 所以一个一个的 美国总统 用了将近近百年的时间 跟这些 罗斯柴尔德家族 来做斗抗 林肯总统 然后被刺杀了 在美国 有将近十几位总统 不明不白被刺杀 然后呢 被下披霜 然后被直接枪毙 就是因为他们挡了这些银行家的路 到最后 美国的第一家银行 第二家银行 虽然都失败了 但是 他们建了美联储 美联储是有私人银行控制的 换句话讲 美金的发币权掌握在他们手上 而不掌握在 国家手上 因为掌握在他们手上 所以 他们通过通货膨胀 和通货紧缩 一夜之间 就可以让美国人民 所有的钱 进入他们的口袋 所以全美国人 全欧洲人 都在帮这些资本家打工 那很多人说了 老师 他跟我们没有关 离我们这么远 因为他们掌握了美金的发币权 所以他们用这种资本链的手段 也可以对我们发动金融战 日本的金融危机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 一蹶不振 都跟他们有关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这个资本家是怎么样 掠夺我们老百姓财富的 用他们专业的行话 叫剪羊毛 日本在二战以后 瞬间崛起 赚了很多钱 当日本赚了很多钱的时候 美国的金融家就想 美元在我们手上 欧元在我们手上 但是日元不在我们手上 那我们怎么样来 赚到日本人的财富呢 来 我用政治压力 向你日本 威胁 然后瞬间 让日元必须升值 强迫日元升值 当日元升值到最高 他们把美金换成了日元 然后在日本买房地产 买股票 买证券 买金融产品 在最高峰的时候 买 在最低峰的时候买进 在最高峰的时候 卖出 卖出以后 又把日金换成了美金 然后就开始打压日本 日元贬值 日元就不停的贬值 不停的贬值 不停的贬值 让日本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 日本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创造的财富 全部被美国这些资本家 给赚走了 他们打赢了日本 打赢了亚洲四小龙 就想打中国 当周老师看完 后备登登这本书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书是08年 08年当时我们 我当时在做房地产 我们中国为什么 对外汇管制这么严 为什么限制外国人 在中国买房 限外令 到现在还有限外令 因为在07年的时候 已经发现 这个美国的这些资本家 已经进入我们中国 想让人民币不断的升值 然后最低价格的时候 换进人民币 在我们中国大量买我们的房产 逼迫人民币升值 最高峰再卖掉 换成美金 他们就撤了 我们中国最大的好处 就是我们一党专政 我们的货币权掌握在 我们国家手上 我觉得这是我们 每一个中国人 看完这本书以后 最大的庆幸 因为掌握在政府手上 所以政府的执政 是保护每一个老百姓 而不是掌握在私人银行手上 当掌握在私人银行手上的时候 这些所谓的资本家 每天想的是 如何让通货膨胀 如何制造金融危机 如何猎杀老百姓手上的财富 每一次金融危机 这些资本家全赚到了 每一次的战争 他们都赚到了 当你看完货币战争这本书以后 你会瞬间有一个全新的世界观 你会发现 真的是精英集团 精英集团 地球一共有60多亿人 其实有将近60多亿人 都在为那几千万人打工而已 说白了 看完以后 真的是只能用40字来形容 触目惊心 当你看完以后 你会发现 我们必须得有财商 我们把钱拿在手上 一定是在贬值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要学会布局五大资产 我们才有可能 让我们的资产不贬值 如果你今天所有的钱 都是美金 一个通货膨胀 一个通货紧缩 一夜之间你回到解放前了 如果你所有的钱都买到了房子 让房地产崩盘 一夜之间你再次就回到解放前了 其实当我们看完货币战争这本书 再来看08年的次贷危机 再来看这个香港97年的金融风暴 再来看太租的贬值 卢布的贬值 日元的贬值 你会一夜之间看清楚 每一次大的金融危机 赚得盆满钵满的 就是那些资本家 而那些普通的人民 一夜之间醒来 会发现你愤怒的 所有的一切全没有了 就是因为你不懂财商 你不懂资本 你不懂货币战争 金融家以前靠黄金来赚钱 叫金本位 我有黄金 我就大量的发行我的人民币 我要大量发行我的货币 让你们买 然后慢慢的他们发现 有了黄金以后 我印钱 我得跟黄金储备量挂钩啊 他们杀死了黄金 取消了金本位 取消了银本位 到最后的结果是 美联储想印多少美金 就印多少美金 所以到最后的结果 他们印的越多 我们的货币就在贬值 所以当你看完这本书以后 真的就是四个字 触目惊心 而且你真的瞬间明白了 学习财商到底有多重要 我们老百姓 要如何来保证我们财产的安全 我们如何才能够抵制 这次金融战争 现在的特朗普 已经对我们中国发动了贸易战 贸易战再往下打下去 就有可能打金融战 打金融战的结果 就有可能让我们改革开放 奋斗30年的财富 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必须要学会财商 真的必须要学会财商 当我看完这本书以后 我觉得真的 你会了解到 这些所谓在前台的世界首富 全是漂亮小丑 那些真真正正掌握的世界财富的 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是摩根家族 是洛克菲勒家族 他们杀死了黄金 他们夺得了我们人类的货币发行权 他们想通过他们的金融手段 猎杀我们全球所有人民的财富 我觉得我们中国 为什么要跟美国抗衡 强制不允许人民币升职 其实我们每一次看新闻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为什么我们会跟美国有这么大的摩擦呢 就是因为我们不就范 我们为什么不就范 就是因为这本书 如果你看懂以后 你能看懂很多国家的政治 你能看懂很多很多的经济 政治经济学 政治在前经济在后 当你看懂以后 你作为一个中小民营企业家 你不懂这些 你埋头赚钱赚了所有的钱 一个通货膨胀 一个通货紧缩 减羊毛 瞬间你的钱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必须得看到这本书 把它看懂 然后学会金融 拥有金融思维 那怎么办呢 财商讲到五大资产 我们通过布局这五大资产 防止被减羊毛 防止我们手上的货币贬值 你记住这句话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穷人没有财商 认为钱就是资产 告诉你 钱是负债 我不管你拿什么钱在手上 它一定是贬值的 我们今天的人民币 跟我们十年前的人民币 是升值的还是贬值的 今天的美元跟十年前的美元 是升值的还是贬值的 今天的港币 跟十年前的港币比 是升值的还是贬值的 今天的澳元 跟十年前的澳元比 升值的还是贬值的 今天的欧元 跟十年前的欧元比 升值的还是贬值的 全世界的所有货币 都在贬值 这是事实啊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货币 变成资产 让它给我们带来现金流 全世界有五种资产 第一种 叫做可以自动化运营 并且为你带来现金流的企业 你一定要投钱 办更多的企业 更多的企业 能够帮你带来更多的现金流 但是你绝对不能把所有的钱 全投到一个企业里 因为如果这一个企业倒闭了 你就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家了 怎么办呢 还要买第二大资产 叫做不动产 房地产 不管是商铺也好 写字楼也好 住宅也好 北上广深也好 香港也好 这个澳门也好 全世界各地都要布局 属于你自己的房地产 来抵御通货膨胀 那第三大资产 有价证券 股票啊 基金啊 债券啊 保险啊 全都属于啊 第四种资产 专利权 著作权 第五种资产 可以流通保质生殖物品 黄金啊 股丸啊 字画啊 你要把这五大资产 全部布局完以后 没有人能够猎杀的了你 就算我企业没了 我房子还在 我房子给我每个月收租的钱 还够我实现财富自由 就算我房子被你拿走了 我的股票还在 我的养老金还在 我的保险还在 我的银行理财还在 我的基金还在 就算这些东西都亏钱了 我买的金票还在 我的黄金取出来 还可以变成钱啊 黄金天生是货币 以前我们所有国家发行货币是这样的 你要有等值的黄金来做储备 你才可以发行货币啊 但是后来这些银行就突然发现啊 以前我们都是用黄金交易的嘛 用黄金交易 你把黄金存到我这儿 然后用的时候再来我这儿拿走 结果后来发现你存到我这儿黄金 我给你开个票据 你拿这个票据就可以跟别人交易了 久而久之 大家都用票据交易更方便 就不来我这儿提黄金了 这个时候这些银行家就想 那既然黄金 我本来有十吨黄金 可以发行十亿人民币 但是既然他们拿了我的人民币都不走 那我能不能多高点 发行点货币呢 就偷偷的把这个多高点借据出来 然后我只有十亿的黄金储备 但是我发行了二十亿的货币出去 但是那十亿我只要收回来了 我就把借据销毁 这就是金本位 但是当他们后来发现 总不管怎么办 还是有个上限啊 把黄金杀死 没有金本位了 我们的货币发行跟黄金脱钩了 这个时候我们不是想发行多少 就能发行多少吗 美联储就是这样 美金就是这么被制造出来 被创造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林肯总统 必须要杀死这些银行家 不允许他们搞银行 就是因为当货币发行业 掌握在他们手上的时候 老百姓从此以后 愤怒的家园 一夜之间就没有了 就被那些银行家给收走了 所以当年的瑞士 为什么瑞士是最贵的 瑞士的法郎是最贵的 因为瑞士的每一分钱 都是跟黄金挂钩的 所以很多富商有钱人 都会把钱换到瑞士 然后换成瑞士的这个法郎 但是到最后这些银行家 把瑞士也干掉了 目前在整个全球 没有金本位了 黄金被杀死 白银被杀死 每一个私人银行 都可以拼命地 发行属于自己的货币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现实 我觉得我们真的 还是很庆幸的 因为毕竟发行权 掌握在我们政府手上 但是对于国外的那些人来讲 你们看完这本书以后 真的太惨了 美国人太惨了 真的一个金融危机 一夜之间就没有了 08年一个月之间就没有了 所以这些所谓的金融知识 我们必须得懂 我们只有懂了以后 我们才发现 哇原来这个世界金钱 是这么运营的 这么运作的 我们才会发现 金钱就是一张纸 为什么国外有一种思想 叫做钱只有花出去 才是我的 因为只要我的钱 没有花出去 我存在银行 一夜之间贬值了 没了 那这个钱就不是我的 所以他们觉得 人生活着的最高境界 是人在天堂 债在银行 但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呢 我们认为只有钱 在这些口袋 才是自己的 所以我们中国老百姓 不敢花钱 省钱 我们中国的储蓄率 是全球最高 政府不管怎么刺激内需 我们都不敢花钱 不敢花钱 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叫做人在天堂 钱占银行 我们很多中国人 为钱工作的一辈子 从来没有休息过 从来没有享受过 到最后的结果是死了 钱没花了 人生最大的悲哀 就是人死了 钱没花了 同胞们 你们知道吗 周老师的弟子班 带着弟子一起环球旅游 没有关世界 很多弟子跟我说 老师不好意思 我去不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没有护照 恩多 在中国周老师 很多很多的 这些中小企业 是周老师的弟子学员 他们都有几千万的身价呀 连国都没有出去过 连护照都没有过 当周老师带他们去 这个国外旅游的时候 哇 他们第一次住五星期 七星期酒店 他们觉得 哇 人生还可以这样享受 从来没有享受过 真的 为什么中国人 今天有钱了 但是我们的幸福指数不高 就是因为我们把钱 看得太重了 我们不懂什么叫货币 我们把钱真的当成了钱 当成了所有的一切 周老师去泰国旅游 周老师去澳洲旅游 周老师去欧洲旅游 我发现他们活得很开心 不是说他们比我们有钱 其实他们并没有我们有钱 但是他们认为 钱够花就好 在泰国 他们都喜欢跳一支舞 叫赚三块 花五块 在中国 是赚三块 花一块 还要咬咬牙 泰国导流给我们讲完以后 我们很好笑 虽然是个笑话 但是真的是 我们中国的金钱观 真的是有问题的 如果全中国人都看完货币的那本书了 我们真的懂了 钱只有花出去才是你的 你就真的敢开始享受金钱了 记住 财商不是教你能赚到多少钱 而是教你创造财富 驾驭财富和享用财富的智慧 才叫财商 一个光会赚钱的人 不叫财商 没有财商 因为你都没有享受过财富 你怎么能说你是有钱人呢 在我看来你是个穷人 所以你们必须要学会财商 学会财商以后 你们有了这种思维 走出去看一看 真的走出去看一看 走到欧洲看一看 走到澳洲看一看 走到美国看一看 走出东南亚看一看 你会发现原来人还可以换种方式活 你会发现我钱真的只有花出去才是自己的 而且还有你们不要认为钱花了就没了 在没有财商之前人 人们都认为钱花了就没了 人真的钱花了就没了吗 今天周老师从来不会认为钱花了就没了 我认为我的钱花出去 它只是换了一种能量 存在我的身边服务 举个例子 今天周老师花了3800万 又买了个新别墅 请问我的钱花了没了吗 我3800万刷出去 它变成了一栋别墅 服务我全家 可能服务我十年 我把房子卖掉了 我能再赚两千万回来 这种事情在周老师上经常发生啊 周老师今天花了500万买了辆车 请问这个钱花出去没了吗 它变成了车 还存在我身边服务我 给我带来更多的生意 让我赚更多的钱 周老师花了200万 买了一块百达菲利的手表 钱花了吗 没有啊 它只是换了另外一种物质存在 在我身边啊 它变成了一块表服务啊 然后可能 就是当你们真真正正的拥有财商以后 当你们有一天走进周老师客户现场的时候 当你们开始践行财商的时候 你们真的会看懂 什么是钱 什么是货币 当你有了这个思维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 真的人生来了就是享受 你们一定要敢于享受你们的金钱 当然了 如果你今天没钱 你不能享受 你得把钱投到脖子里上 让自己先学习 把头脑变成资产了 你才有资格享受 在周老师的价值观里面有一个四个字 叫延迟享用 也就是用你资产带来的被动收入来买负债 来让你享受 举例说明 今天一个没有财商的人赚了钱了以后干嘛呢 今天一个没有财商的人赚了钱以后呢 就买了个车子 有财商的人呢 赚了钱以后买了个房子 不自己住 租给别人住 收租金 租金带来的收益 减去月供 还有余钱 流进口袋 那这个时候他的钱就是资产 这就是有财商的表现 那如果你真的想把钱当成货币 如果你真的从钱上解脱出来 你真的要敢于花钱 你就看这本书 你看完货币战争以后 你真的就明白了 钱只有花出去才是你的 你看完货币战争这本书以后 你真的就明白了 我不把钱变成资产 我的钱不能帮我生钱 我就在帮 我就在被别人剪羊毛 这本书呢 说实话啊 它是一个小说 以小说的口吻 你们一看进去 就马上刹不出车 但是如果你让周老师跟你讲 周老师真的讲不来 没法讲 它是个小说 没法跟你讲 但是我只能告诉你 就是这本书 曾经让周老师 拥有了一个新的世界观 我先不探讨这里面讲的是 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最起码 这里面讲的历史事件 全是真的 林肯总统 是怎么样取得 南北战争胜利的 南北为什么会发动战争 美国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 然后一战是怎么产生的 二战是怎么产生的 这些所有的世界大事 包括世界银行 是怎么建立的 这些所有的历史事件 在这里面全有眼 你看完以后 你会有一个瞬间 有一个近代史 一个世界观 历史观 会瞬间 在你的脑袋里面排悬 你的格局和境界 就会打开了 真的不一样 当年周老师 看这本书的时候 虽然义务时候 在农民房里看这本书 但是看完以后 一个宏伟的 一个波澜壮阔的世界观 然后倾注了周老师的脑海 我瞬间明白了 就从那一天开始 我解脱了 我不再是钱的奴隶了 我知道钱只是我的工具 我赚到钱以后 我把它花出去 让它带更多的钱给我回来 为我工作 来享用 来去享受人生 真的 就是这样一个思维 当你看完以后 你真的会 你真的会 真的是颠覆你的三观 真的 颠覆你的三观 我希望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都应该看完这本书 看完这本书以后 学完周老师的财商以后 你会发现 人生不用那么着急 做一份自己喜欢做的工作 做一份自己喜欢做的事业 健康的生活 健康的工作 顺便赚点钱 赚到钱以后 学会享用 在中国 很多很多人 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国 要不就是退休了以后 孙子都带好了 不用带了才出去 那个时候七老八十了 很多地方去都去不了了 我看过很多很多这样的游客 而且一去去七天 到了那些地方 七天紧赶慢赶 然后七天回来了 走马观花 那个我们去欧洲 那个导游说 你们这叫旅游 西方 他们一去 最少三个月 最少两个月 他们叫度假 那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西方人你会发现 六点钟下班 准时我商店就关门了 给多少钱我不要 我要享受人生去了 我要陪我自己的家人去了 而在中国 只要有人 我们干到十一点 干到十二点 干到一点 干到两点 真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 扭曲的假不怪 为什么今天我们中国 会有三聚庆安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 地沟油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 有毒的疫苗 最近我不是药神 这个电影很火爆 周老师看完以后泪流满面 赶着更多中国人去看 如果你是中国人 你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 那这部电影看完以后 带出了更多的药品问题 然后长生疫苗震惊全中国 谁没有孩子 长生 长生疫苗是整个全中国 最大的疫苗公司 他们五年时间就在中国 卖出去 1.8亿的疫苗 你的孩子又打过 疫苗的请举手 触目惊心啊 孩子打疫苗 是为了能够预防疾病 结果因为打疫苗 变成植物人 因为打疫苗 猝死 哇 我觉得真的是 当你研究完以后 真的是我发现 太痛心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个主板上市公司 为什么会干这种事呢 三路当年做了多大 还是国企 为什么会干这种事呢 因为价值观的扭曲啊 他们对错误的金钱观 变成了钱的奴隶 为了赚钱不择手段 为了赚钱杀人越货 连杀爹宰还死的心都有 说实话 像这种公司 都应该改名 叫做谋财害命有限 责任公司 还叫什么长生集团啊 谋财害命有限责任公司 还叫什么三路集团 谋财害命集团 真的是这样 就是因为对 对这种 对这种金钱的价值观是错的 全是错的 我们财商讲 要实现财富自由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个人生自由 第二个时间自由 第三个才是财富自由 你今天因为赚取财富自由 结果人进去了 被判了无期徒刑 要钱干啥 董事长都几百亿身家 被抓进去了 判了个无期徒刑 要钱干啥 你不需要几百亿 你今天给你三个亿 你就正常花 能花完吗 三个亿买个银行 理财一年五个点 一年都有几千万的收入 说句不好听 正常家庭一年能够花多少钱 其实财务自由 不是叫大家去盲目追求金钱 够花就好 被动输入大一只就可以了 说句不好听 今天一个家庭 我算了一下 对吧 我们一家五口人 然后再加一个保姆 加一个司机七个人 我们家一个月 最多花五万块钱 搞定了 那你如果今天 不要说有个几十亿 几百亿了 说句不好听 你有个几千万 学会投资 学会理财 那你一年都财务自由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还要那么拼呢 很多人说 周老师 看你这个最近胖了 为什么胖了 因为我悟到了财务自由的真谛 我要活出人样 要带领更多中国人 活出个人样 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 成为一个有学有用的人 从生存到生活 其实我们今天 中国人已经很有钱了 我们已经过了生存的阶段 我们为什么 还有那么拼命的 紧赶慢赶呢 这都是一种错误的金钱观 真的是这样子的 当我们去完国外以后 你会发现 人家建一个机场 可以用七十八年的时间 来建一个机场 你会觉得他做事 为什么那么慢呢 他说为什么要那么快呢 就是你会发现 有时候快就是慢 慢就是快 真的 中国就是因为太快了 因为我们太想发展 所以我们才会诞生了 这么多的问题 说实话 三体滑坡事件 豆腐渣工程 这种就不说了 全是价值观的趋势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都应该学财商 为什么周老师 愿意财务自由以后 还登上讲台讲财商 就是想帮助更多国人 拥有正确的金钱观 活得像个人 真的 周老师除了讲课以外 为什么要跟义法老师 创立六六书会平台 要创立世上168 要创立德道 要创立周子学堂 要在喜马拉雅里面录课程 就是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 来帮助更多中国人 认识周老师 学习周老师的财商 学会周老师的课程 拥有正确的金钱观 正确的人生观 正确的价值观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 才会更幸福 那个时候 我们不再会手足相残 那个时候的中国才是最美的 所以周老师推荐你们的任何一本书 都希望你们认认真认的看 不是说听完周老师讲解结束了 是真的看进去 你看进去的时候 你的思维在跟作者对话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在跟你的高我做链接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边看书的时候 边给自己升级一个决定 当周老师看货币战争这个书的时候 就给自己升级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我一定不能为钱活 我要让钱为我活 我要成为金钱的主人 而不是成为钱的奴隶 就是因为这本书 而且就是因为这本书 让我了解了世界 让我有了世界观 让我知道了到底什么是货币 让我不会被那么轻易的被人剪羊毛 说实话 让我能够活明白 我觉得我们这个作者真的是很伟大 真的是很伟大 虽然他在网上有那么多的争议 其实这样跟你们说吧 任何一个成功人士都是有争议的 因为普通人看不懂 今天你去百度搜索马云骗人 那新闻太多了 李嘉诚骗人的新闻太多了 没有一个东西没有负面 记住 永远不要看一个东西的负面 永远只看一个东西的正面 你们听周老师的话 把这本书买回家 把货币战争整套书去买回家 你们看一看 你们看完以后 只能用两个字来 来表达你们的感受 那就是震撼 而且今天如果你是因为周老师推荐 而让你看了这本书 你真的会感谢周老师 今天给你这段讲解 而且还有 不管是 你看过的还是没看过的 我都希望 你们把周老师推荐你们的书再看一遍 因为你刚开始看 你不一定能看懂 今天你听完周老师讲 你再去看 可能你真的有看懂 周老师推荐了很多书籍 从穷爸爸父爸爸 到水指导答案 到零极限 到不纠结的世界 到灵魂的出生前计划 然后到遇见未知的自己 然后到这个恩多书籍 到今天的货币战争 你们都要买回家看一看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今天通过665会平台 认识了周老师 这是缘分 这有可能是你高我对你的指引 如果你只是听了这个讲解 结束了 那你的生命不会有任何改变 如果你看完 一定周老师推荐 你买了这本书 你回去看了 而且你结合周老师的讲解 你可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如果你真的看了 而且生起了一个决定 你的命运就有可能会因此发生改变 记住周老师这句话 我们只推荐改变命运的书 这本书毫不夸张地讲 改变了周老师对世界的认知 改变了周老师的金钱观和价值观 他能改变 我也能改变你 相信周老师 把这本书买回家看一看 希望我们今天的推荐 能够帮到更多的人 下一次周老师会推荐更多的好书 我会把我这十几年一路走来 改变了命运的书 一本一本的推荐给我们的作者 然后呢 希望我们666的家人们 都能够按照周老师的方式 然后把这些书买回家 好好看一看 学习一下 然后呢 你们有任何问题想问的 都可以在评论期发言 我们666数学会呢 未来也会策划直播 周老师 携手义法老师 一起直播 跟你们一起互动 会在近期 未来会经常三个月半年定期 给大家做一场直播 网上互动的环节 但是如果你想问我问题 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是看了周老师的推荐视频 而且你是看了周老师 让你买的书的 你才能跟我对话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才同频 周老师可以因为一本书 改变命运 你也可以 666数学会 是推荐改变你命运的书 看一本好书 做一个决定 让你的命运模式 能够发生改变 真的 这本书值得你买 值得你看 感恩所有666数学会的家人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